我出生在一个幸福感爆棚的家庭 在欢笑声中长大 照旧了我爱笑的个性 开心的时候呢 和大家分享笑容 遇到不开心的笑笑就过去了 也曾经怀疑 没心没肺的欢乐是不是错了 但笑是我天生的熟悉 没法改变 男生们很愣意接近我 是我整天乐呵呵的 一副好相处的样子 但我希望找到一个人 能够看懂我笑容背后的忧伤 他会是个胖胖壮壮专一靠谱的男生 内心透着小温伤 能够滋冷滋热地逞着我 我会用自己的笑容感染他 无论快乐还是悲伤 我们一起笑着面对 我是郭思敏 我来了 你在哪 可是我相一个花朵 我要无心仗 我人生的规划是要和 2002 你咱的还是比较着急的 我好喜欢那个 这边那个黑黑的你拿并爆了 呀我这个stan 我也挺喜欢他 我所有都喜欢 他们几个韩子 我不会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江苏卫视 韩束逆天白BB霜 《非诚勿扰》 邮警主持人孟非 欢迎收看由韩束逆天白BB霜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欢迎黄瀚老师 财神老师 我经常在节目开头 说一些观众的反馈 我们发现有个规律 年轻的观众 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反馈 多半是通过网上来表达 贴吧呀 微博 微信 我们收到的来信 基本上是中老年观众 他们不玩的玩意儿 就写信给我们寄来 最近我们收到一封 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一位73岁的老先生 叫声韵 他说我们写着的一封信 说看《非诚勿扰》 不光是年轻人的事儿 他说我们老年人也爱看 尤其是他说 你们办了那么多海外专场 拍的片子非常美 非常好 他说我没去过那么多国家 看你们的节目 就跟去过了一样 他说你们再多办海外专场 我们还继续看 今天这个老先生和他的太太 两位都来到了我们现场 有请 来来来 请坐 我们讲的这个八口子那人 上到七十三 上到三十八 八口子那人都长得看 我别忘了说外甥的吧 对 今天他四岁了 四岁了 他说 肥上无老一个孟爷爷 他不叫我老爷 他也叫我爷爷 本来 本来应该叫你老爷的 也叫老爷 是吧 也叫爷爷 爷爷 肥上无老一个孟非爷爷爷 他说 我 我怎么就变爷爷了呢 他一会儿咆哒了个大妹 我的话 我觉得这个肥上无老 幽青 猛肥 善良登场 他就出来了 就是学我们开场的那一段 跳出来 我想问一下 他上哪儿找那么24个姑娘呢 把周边街坊的女孩都叫来是吧 对 对 欢迎你们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去年的十月中旬 当时伦敦市长 包里斯约翰逊先生访问北京 他邀请我出席了在北京 他的第一站活动 就在那个活动上 伦敦的市长 当着很多媒体的面 邀请我和《非诚勿扰》 我们的小伙伴一块儿 再一次到英国做第二次的 《非诚勿扰》英国专场 当时我在那个活动上也答应了他 这件事所有的媒体都已经报道了 那么今天我就要告诉 所有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告诉在英国工作生活的 华人朋友 我们2014年《非诚勿扰》的海外专场 第二次英国专场正式启动了 从我们今天节目播出 一直到6月初 我们都接受在英国工作留学生活的 朋友们报名 报名的要求非常简单 只要你单身年满22岁 想要到《非诚勿扰》找男女朋友 中文沟通无障碍 都可以通过我们在英国的合作方 华文周刊报名 具体的报名方式出现在屏幕下方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Yeah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获得不少于22盏 亮灯牵涉女嘉宾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爱心海旅游的机会 同时我们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交流 最好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非诚勿扰》 本期待 如果你在等待 好像很虚幻 想在梦中 找着一个人 却不知是谁 不知是何时 才能见到他 也许在大城市 灰和烟都在挡着烟 展览和钱都盖起来 大厦还在挡着我 我们会不想找到 我一直在此等着你 你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别怕 好 那我停了 谢谢 介绍一下 我叫罗中宝 来自泰国 泰国 来自深圳市的泰国人 现在18岁了 有17年到18岁了 他开了个小玩笑 来自泰国 泰国 泰国 歌唱得很好 就是略微长了一点 这位真爱网笑 我们可以再谈一下 我好喜欢他这个屁尖 24位女生 对罗中宝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欧阳 我想找的人不是泰国人 对不起 1号 我觉得男嘉宾就是唱歌 特别像那些泰国的导游 就是在车上的时候 导游就是大家都睡觉 然后泰国的导游 我就会很嗨气 就一直唱 一直不停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这里男嘉宾 等会儿 这里我们看第一条片 好吧 来 你好 你好 我叫阿泥巴罗欧 我中文名叫罗中宝 来自泰国 北壁福 我爷爷是中国朝鲜人 妈妈是纯泰国人 我爸爸只会说一句中文 美女 谢谢你的爱 可惜不存在 我在泰国和美国 读过高中的时候 才学我空手道 纯泰国第二名 还踢过管呢 经常去找那个 跆拳道的管理器 曾经也打败过 六个黑带跆拳道 跆拳道 可以 我来中国六年了 喜欢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书法 中国的太极拳 也喜欢中国的古诗词 偶尔我也会嘚瑟自己 编编诗 我还参加过中华宋独大赛 得过三成年 泰国就是一个佛教国家 有一种文化 每个男人一旦到二十岁 就应该去打一段时间的和尚 我2007年就做过和尚 去了两个月 当时我每天两点就要起床了 三点就要去念经 五点我们就出来化缘 八点就吃那么一顿饭 在那段时间我脾气变好了 看破红尘了 最重要就是我已经减肥了 四十斤 我在中国做电脑工程师 这是全说中的IT男 我编过一个软件 有Tagirls 教你怎么追泰国很厉害 我这个游戏呢 帮助了很多人 找到的女朋友 作为开发者 我反而单身艺人 俗语《非诚勿扰》 我也比较那样相信 比较相信 为什么泰国人讲话 都是三蛙地咖这样说 为什么评论那么重啊 我不知道 当时我到的时候 在东北生活 他们都说我像南方人 到南方生活了以后 他们说我说话像东北人 待久了以后 哪都不像了 就说像外国人了 刚才帮我一关那个和尚那个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你们到那可以选择 或者待一段时间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还是说我想待多久待多久 关于和尚这个事情 应该说是我们的文化 而不是法律 是说每个男人20岁了以后 要去做一次和尚 能够待多久就多久 有的人一万不就多啊 天天去嗨的那种 也许就半天一天就出来了 就不能再继续当下去 就出来找朋友玩了 有的人就是为了修自己 就可以一周两个月一个月 这样都有 6号 如果和尚的时候 就那段时间 是不是不可以就是喝酒啊 吃肉 还是说你们算是俗家的弟子 可以这些都没问题呢 借这个法 泰国 中国 日本 也许就是借的东西 就有点不一样 泰国的呢可以吃肉 但是有的地方就是 午后就不吃了 有的寺庙就是吃两顿 早上7点和11点 但是我去那个寺庙啊 就是吃一顿 就一天就一整天就吃顿饭 那你为什么不去一个 可以吃两顿的庙呢 为了修炼这几个月 你是为了减肥去当和尚的吧 也是 在泰国当和尚 全有女朋友吗 在泰国和尚可以七成六欲 我正在帮你问 有没有女朋友这事儿 可以有女朋友吗 当和尚 先有 可以先有吗 就是有的先结婚 后来出来出家 如果有女朋友 你去做和尚想女朋友 就出来不能再出家了 就看自己的欲望 那个是随来随走了那种 开放式 当几天是几天对吧 跟女朋友一吵架 就到庙里当和尚去了 那就是说我们这儿的人 就是要遇到点什么事儿 然后说我要去闭关几天一样 你见过谁没事儿 就说我要去闭关几天 你没见过 我见过 那是庄的 21号 男嘉宾你好 我刚才看一段片 发现您非常的多才多艺 您刚才说你会施朗诵是吗 对了 对了 我有 不想 能给现场为我们展示一下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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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场景啊 大家来想象 就是在森林里啊 下雨 有一个东方子 空楼清雨中 天旋落必流 问天何时逢 孤楼后不休 就这么多了 太好了 你刚才就不该唱歌出来 你就该念诗出来多好 梁俊就完事儿了对吧 其实也是 我知道那个之前打篮球 被伤受伤了 打篮球你看我们那儿 是伯爽的 好 接下来 谢谢 我有过六段感情 前三个就是泰国人 后三个是中国人 而最深刻的就是 第六个感情 我们差点就要结婚了 她呢就是北京女孩子 开朗大方 有一次我们去香港旅游 我在那里向她求了婚 她也答应了我 我们呢 当时就准备在北京买个房 发现在北京房价不就贵 也没有适合的工作 公司呢就派我到深圳来上班 来深圳以后 工作也不顺心 语言也不通 女朋友也不在旁边 也没什么朋友 一瞬间就想去做一段时间和尚 我女朋友知道这个想法以后 她就吓坏了 我当时头脑很乱 非要去出家 她只好伤心地飞回去了 后来我妈妈哭着 劝我不要去做和尚 我就放弃了 我去找我女朋友 她也再也不见我了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天崩海风 分心煞 天 考沙沙 人更 天命海照 我家从 天意分 从人间 这个事情是一种文化的差异 我爸爸已经出家有三次了 如果我确定我太太和我孩子 没有问题的生活了以后 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提我 要出一次家 我理想的女朋友就是很讲理 爱情不是我喜欢你的好 你喜欢我的好 而是你知道我得不好 我知道你得不好 但是对方都能接受 对方得不好 再一起一辈子 我怎么感觉这哥们儿 只要哪儿不痛快 就出一次家 对啊 黄潇潇 你这个动不动就出家 对 就是跟你好了过后 如果我俩一吵架 你一想不开 你到庙里找他 对 那有孩子过后还去庙里 带着孩子找他 到庙里面说给奶粉钱 庙里不让记你的评论 跟大家说一下吧 如果没见过四面 就不会知道那个 当个上那种的事情 你当和尚 你肯定幸福了 你肯定幸福怎么办啊 这个呢就是说 当时我也做了决定 就是说如果结婚 就不去做和尚 和尚就不去结婚 你刚刚还说 你未来还有一次要出家 我刚才就是说 如果以后生活得很好 不用担心孩子和太太 那个的生活了 也许我也会出家 你说的那个生活没有 没有什么担忧 我想你说的是经济上的 对 但是那个夫妻 他是觉得情感上的 那个天天有个人在旁边 有的人懂自己的幸福 就是来抓到抓紧 有的人幸福是放下 那是 他懂了以后 如果不懂我就不会去 明白了 对 那么是不是泰国的女人 她们在丈夫出家的时候 她们觉得自己也挺幸福的 自己的丈夫 不来每天在家好烦呢 每天还打老婆 终于出家了太幸福了 对 也会有 是吧 也是会有 这个真是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老婆 我听到一个说法 她们当地人跟我说 在泰国女人很辛苦 要赚钱 男人可会享受了 喝喝酒 男的终于出家了 不用再养活这男的了 对 男的要么在庙里 要么看球 要么赌钱 要么干什么去了 好想吃太多了 要么就把自己 变成那个什么了 莫爷爷 我怎么觉得就是 如果跟女人结婚 你觉得只是为了 给你繁衍后代吗 哎呦 我跟你说 人家要做个手术 他繁衍后代他都不要了 对 这不同国家的文化 对不对 不过你要在中国 找一个中国老婆的话 可能和泰国之间 那个文化差异 你考虑过吗 这就是我最后一段 感情的问题 对啊 你不能跟在泰国一样 没事你说 今天不痛快 要到庙里去住两年 这个中国女人受不了这个 拿菜刀到庙门口去找你 学会了 孟爷爷 我是想跟男嘉宾说 因为我曾经在大学期间 去泰国做了一个月的志愿者 参与宣传艾滋病的一些活动 我也经常有机会去 因为在新加坡特里比较近 所以我刚才就很想问 你觉得泰国的女朋友 和中国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发现 我周围的泰国的朋友 或者同事 我连声音大一点 都不敢跟他们说话 我觉得他们都会哭 不同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文化不同 泰国接受了西方文化 有自己的文化 还有中国文化 三种文化都有 所以泰国人就变成那种 是是的 或者说实话就是是吗 就是这个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很多事情 你说大声呢 他要生气 你说小声呢 他说曾经大一点 还生气 就是所有的事情 就会有很难找到 那个合适的那个 我觉得中国有点不一样 就是中国女生就是很随和 明白了 你觉得中国女生随和 看下一条 我总是一个很有爱心 很有生活情绪 也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一个人 他写的书法 还有他写的诗词 既然比我们作为中国人 写得还好 那时候我在泰国 我想来中国上学 然后他帮助我很多 在我们的眼里 宗宝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有一次一个朋友的朋友 需要一笔巨额资金 在我们众人来讲 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借款 可能会有风险 但是呢 宗宝考虑一分钟 他就把这笔钱借给了他 他认为 每个人的心都是善良的 所有人心都是向善的 既然你向我张口 那么你就是有困难 我一定尽我的权利来帮助你 现在 他应该找个合适的人 说说 谢谢 有点文化的差异 我觉得还会找更好的 更适合我的 更懂我的 对于出家这个文化的差异呢 我肯定把责任放在第一 保证大家 你孩子都很开心了以后 这个事情我们再考虑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